迎接双十国庆 驻美代表处预计五号 在双向园举办国庆酒会 日前也特别选在刚整修完成的 国防部驻美军事代表团办公室 开箱今年的国庆酒会餐点 我们的国庆酒 双向园的国庆酒会 是以夜市加年华为主题 所以我们才会希望 可以把我们台湾很有名的夜市小吃 带过来然后让大家品尝 主要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其实不管是我们自己的人 或是宾客 它其实都没有办法到台湾 因为Forentine的关系 那十月中的时候 到时候会开始开放 但在那之前 我们希望可以让宾客先享受到 自卖代表小美琴表示 因为疫情影响 过去一段时间 美方官员议员复谈访问 只能采取外交泡泡模式 不能随处逛逛 不少人感到遗憾 这次特别以夜市为主题 可以让宾客们体验 台湾夜市的特殊风味 也刚好适逢台湾形象展 包含我们的这个 要餐展的工艺师 以及那个特殊造型的灯泡 蒸奶 都是结合我们的这一次的 台湾形象展的一些作品 今年的国庆餐点 包括了特殊造型的灯泡 珍珠奶茶 从台湾进口的酥炸石斑鱼 还有道地宝岛口味的咸酥鸡 另外驻美处也将安排 把布冰淇淋脚踏车 及瓶酒瓶套圈圈活动 让宾客们竞享丰富的台湾味 死了 暗1 呀 还凉